遠離脞アイ 飲食的均衡很重要 主廚今天用彩虹的料理方式 來幫忙料理 我們今天做一道 滷絡蝦仁石鍋糙糙糙糙糙糙糙 其實一樣 我今天 其實我蠻愛用糙糙糙糙糙 為什麼 其實因為糙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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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糙 我現在把石鍋稍微給它加熱 但加熱之後我把它關起火源 就把它放在裡面保溫 因為如果 這個已經熟的糙米飯了 對 這個一定要熟的 如果太深的話也沒有辦法熟 所以我們稍微給它在裡面撥一下 溫熱一下 然後直接讓它在鍋子裡面 去進行做一個保溫 我們蓋起鍋蓋 好 接下來我們開始要炒 乳酪蝦仁的部分 一樣在鍋子的部分 一樣是加芝麻油 對 其實芝麻油就是一個 非常棒的油脂 而且我覺得它炒菜的任何的 會有香味 非常棒 好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 洋蔥的部分 放進去 放進去 這時候火都還不要太大 這小火 所以我們這樣講 炒蔥 薑 蒜這種東西 火都不要太大 因為火太大的話 其實你調出來 炒出來的味道的比例 是會不平均的 尤其為什麼 你看我們常常在外面吃那種 加母鴨 為什麼它要鍋子火那麼大 讓它把薑放下去 它就是要把那個薑的味道 完全給激發出來 蓋過那個 那個鴨肉的鴨腥味 所以其實我們在炒的過程 要讓它這個味道 稍微平均一點 小火就好了 小火就好了 接下來 香菇 香菇放進去 放進去讓它在鍋子裡面 稍微停留一下 停留一下 讓它一樣炒出這個香味 其實乾香菇 我們在炒的過程 也是一樣 就是說用中小火的部分 因為乾香菇 是很容易熟的一個食材 稍微炒一下就熟了 接下來要炒玉米 玉米 這是熟的玉米還是什麼 這是熟玉米 熟玉米 所謂的熟玉米 我們關起火源 問一下瑋茹 來炒玉米的部分 要大火還是小火 小火 為什麼 因為怕它燒焦變爆米花 對 真的假的 可以炒成爆米花 真的 真的 因為有時候你會噴 像這種已經熟化的話 你會噴到臉上 真的 真的假的 如果生了就會變成爆米花 對 我想說熟玉米 怎麼可能要爆米花 我小時候有玩過好不好 真的 玉米放進去 熟玉米放進去 對 沒錯 台穎怎麼看是彩虹的料理 而且我們要保護以上 一天三餐到底要怎麼吃 好 那其實雷師傅做這道 彩虹的料理 你看有紅的有黃的有綠的 各種的這些 我們說綠色的會有葉酸 有葉綠素 黃色的會有玉米黃素 紅色橙色會有胡蘿蔔素 這些都是抗發炎的營養素 所以我建議大家 每一餐你要預防發炎 你可以選三種以上的顏色 來做搭配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要如何預防胰脹發炎 我們要知道胰脹 它分泌很多消化酵素 胰蛋白酶 胰澱粉酶 胰脂肪酶 你所有吃的都需要靠胰脹 所以你不可以暴飲暴食 你需要少量多餐 我會建議 所以我設計了一個 一天六餐的飲食 特別是給胰脹容易發炎的病人 來預防 所以你早餐 午餐 晚餐 其實都是一個拳頭 譬如說一份的里基三明治 一份的無糖豆漿 量少少 但是就是讓你吃個六 七分飽 但是再來點心的時間 10點下午3點 晚上9點 我們還有一份點心 配一份的小蘋果 堅果 午餐 地瓜葉 清蒸魚 五穀飯 綠葉 蔬菜 點心的時候你可以有一點點 小的毛豆 小番茄 晚餐菠菜 白切肉 地瓜 晚上這個味噌豆腐 少量多餐就是一個好的原則 OK 好 後來放 這綠綠是什麼菜 這菠菜 然後我現在把它加一點 綠茶高湯下去 OK 綠茶高湯把它加進去之後 我們把所有的料 把它炒平均一點 炒均勻一點之後 我們現在要開始 把蝦的部分放進去 對 把鳳尾蝦放進去 鳳尾蝦 對 我把它放進去 這個很酷 對 把它大量的蝦 你看我們這個 吃一個石鍋飯那麼多蝦 真的 它強調大量 大量的鳳尾蝦 不要 這什麼 醬油 醬油 醬鍋邊 接下來 雞蛋的部分我們要先放 來 不是 雞蛋的部分跟乳酪 來 拿一個先放 雞蛋 為什麼呢 因為起司後面也有香味 對啦 哇塞 你下次為你偷偷被他答對了 對 他答對了 他厲害 對 雞蛋部分把它放進去 OK 全蛋 對 放進去之後 那接下來 關小火 關小火 我們現在把乳酪的部分 一片一片把它 一片一片貼上去 所以我們這樣子 把它層層把它分開 不然會糾結在一起 所以我們這樣一片一片 把它放上去 讓它融掉 對 我們讓它融掉 這時候 我們再把這個 砂鍋飯的這個火 稍微 現在才開 現在才稍微這個 開火一下 對 把它打開一下 我們現在把這個 起司鋪上去 對 好 鋪上去之後 我接下來要把這個 完全煮溶之後 然後把這個 有一點像那種 凍飯的感覺 對 把它蓋上這個飯裡面 淋上去是不是 淋上去 我們現在開啟大火 開啟大火 開啟大火 讓這個蛋完全有一點熟化的感覺 不然的話其實這個蛋 其實有一點生 其實我個人覺得 我不會太吃很生的那個 雞蛋的話 對 我們稍微給它吃 所以後來的胡蘿蔔 是跟那個什麼香菜 最後再放上去 對 所以我們融上去之後 把它給蓋上去對不對 對 而且起司才滿難融的 不會 其實那滿快的 有溫度它就融 對 蛋要煮到什麼時候 蛋的話我們大概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了 對 我們要起鍋了 好 我們起鍋之後把它淋上去 再加上胡蘿蔔跟我們的香菜 我們這道幫你穩定血糖的料理 就完成囉 提升免疫力 推薦這道乳酪蝦仁石鍋 糙米飯給你 用彩虹飲食法 幫你補充多種營養素 色香味俱全 吃得滿足又健康喔 其實胰臟癌真的就是所謂的癌亡 發生率等於死亡率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發生的時候通常都是晚期 所以想問一下那個前醫師 當然最好是不要得到胰臟癌 沒錯 如果要得到的話 真的就是要早期發現 才有手術的機會 那到底早期的胰臟癌要怎麼發現 除了症狀有哪些症狀 另外就是如果我們去做健檢 什麼健檢都可以查到胰臟癌嗎 我們先講症狀好了 我們剛才提到就是說 我們一般的胃痛 消化性潰瘍的痛 三個月應該要好 對 如果你都沒有三個月沒有好 不要一直在想說自己是胃痛 我們剛才說說隱隱作痛 油油要痛 這種要特別小心 隱隱作痛要特別小心 如果是高危險群 譬如說有抽菸 有糖尿病 或者是常常吃一些甜食的人 你是胰臟癌的高危險群的話 你可以加做超音波 不要想說是胃 可能是超音波 可以做一個腹部超音波 去檢查看有沒有胰臟 另外可以抽血驗CA199 CA199是胰臟癌的癌症指數 當然它大概七成左右的人會上升 不是都百分之百正確的 但是你有驗這個CA199 有時候就會早期抓到胰臟癌 對 如果超音波檢查 還不是很清楚的話 還可以再做核磁共振 因為核磁共振 這樣子大概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沒有胰臟癌 所以針對一些高危險群 大家只要提高警覺 覺得自己如果血糖不正常的上升 或者是你的腹痛也不正常 持續太久要特別小心 是 從我們常常講 就是首先你要知道自己 到底是不是胰臟癌的高危險群 如果有胰臟的高危險群 又有胰臟癌症癌 就要特別的小心 如果可以常常推薦大家 到我們健康2年的官網 稍微看一下 像這邊關於胰臟癌的問題 就告訴你 沒有加肚子 不堅不堅有難 腸腹腸現在是罹患胰臟癌 這裡面也很詳細的介紹 應該要做哪些的檢查 這裡面都有非常詳細的資訊 今天我告訴各位 胰臟癌真的是癌亡 任何上腹部的不舒服 隔了一兩個月沒有好 何必有體重減輕 血糖上升 謝謝大家小鑫自己 是不是胰臟癌 我們翔和你下次見 掰掰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上開啟小鈴鐺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 請記得按讚